东森新闻采访团队前进夏威夷集 2024环太平洋军演 而就会演习当中的集成演练 备受瞩目的塔拉瓦号 我们也度假直戏 海面上身形巨大的塔拉瓦号 满载排水量将近4万吨 就算已经除役 停泊在美军停翼船舰维修中心 还是非常有气势 但这也将是他参加环太军演的最后身影 启用了4万吨级的军舰当成靶船 也受到话题 因为从前几届的环太平洋军演来看 5100吨的拉星号 当时也就被用来当成靶船 可是5100吨跟4万吨 这中间其实相差蛮大的 尖身长250公尺 宽32公尺的塔拉瓦号 还配有全通式飞行甲板 用它来当靶船 除了让美军及盟友 练习如何攻击大型军舰 更要了解需要多少弹药 才能有效集成 而这艘塔拉瓦号 它也是相当的历史 曾参与过美国的波斯湾战争 而在它的全身时期 其实它的舰载直升机 可以达到35架这么多 另外塔拉瓦号属于两栖突击舰 解放军的075型 就跟它非常相似 不排除有参考设计 更让各界联想 这次环太的集成操演别有意义 这背后是否也鉴止 中国不管是辽宁 山东甚至福建号航空母舰 075它就是抄袭美国海军的这样子的一个 这种两栖突击舰的概念 人在这个都认为说 它这个是对中国有威吓意味 其实多少也是 我们会进行一个活动活动 我们会进行一个SYNC-X 跟X-USS TARWA 我们会进行一个机会 进行数据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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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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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举 到